我們今天請到的是這個 路邊的一棵長青樹 因為路邊一棵榕樹下 那個算是你的歌唱生涯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對不對 那跟你同時出道的那些歌星 有誰現在還在歌壇的 同時出道 你17歲就是40年前出道的時候 那時候有謝雷 青山也有 偶爾還出來 偶爾還有 留付柱 也是啊 中國會 那我記得余大哥剛出來的時候 是沒有鬍子的 為什麼現在又留這麼多年的鬍子 那個鬍子是從29歲的時候開始 因為那時候又喜歡開車 開車車禍你知道 那手也創斷了 那時候正好創到這個 整個裂開來 然後縫好就有一點疤 很大的疤 從那時候就開始留鬍子 把這個疤子 摺起來 遮起來 其實我看余天的相似很棒的相似 他就是鬍子好 鬍子好 陰錯陽昌 不是陰錯陽昌的好 這個反正有大成就的 不管在演藝界也好 做生意也好 從這個中間一定有鬍子 他就中間有鬍子 像這個成就不大的鄉本營的話 他就中間沒鬍子 所以這邊上 這邊有鬍子 這邊喔 中間這裡 中間還要有鬍子 這個有鬍子不稀奇 這個也有鬍子在稀奇 人中有鬍子 他們講說 日本人很多這個中間有鬍子 英國爺爺很中間鬍子 阿拉伯爺爺也是中間鬍子 為什麼他們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成就 這個鬍子長得稀稀稀稀稀稀稀 要稀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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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的成就是因為他的眼神 或他的迷茫和耳朵的關係 現在他的成就 就是老的他的成就 不對 他不單是故意生化 對啊 那個五十幾歲了 快六十歲才去選立委讓他選帳 對 所以他和這個合適有關 所以蕭香居士 如果對自己長相很不滿意 遇到你 答案都是 千萬別做 毀得太可惜了 去拉這個這樣子 對 我想去 看我拉 我想去把它打瘦一點 那不行 不行 這樣影響你的命運 真的影響 不會假的 影響命運 OK 那我這邊想去把眉毛挑 挑上來一點 那更不行 你這個心的 你這個真是 有個形式的 就是掐著幾分 掐著好 這麼胖的臉 你知道我多痛苦 我多痛苦 你想這個 這位先生 他就不能太胖 他帶筋可以胖一點點 他的水尤其要胖 所以我水性我就是要胖才對 對 我要再胖一點喔 可以再胖一點 為什麼 因為你帶筋 你帶筋 筋只是四十八八的意思 所以就是圓圓圓圓圓 對 他那是比較帶筋 偏木 木啊 木種筋小 所以你就不給胖了 不給胖 不給胖了也是 不給胖了 我想去把下巴這邊 看能不能切掉 不要不要 不要嗎 不要 我是強的這個 沙香美 你沙香美重要 沙香美美才重要 沙香美美才重要 在鏡頭前面對不對 威威威威這個正好 正好 OK 所以每次要去整容之前 大概你可以先找一下肖香居士 你會發現 你很多錢 很多錢都不用花 跟亞萍姐講 那兩塊不可以拿掉 亞萍姐說 你怎麼會掉下來 乾脆把它去拉下去 拉起來 千萬不要 那個名字聽到 地如意 地如意 地就是地方的地 魚就是那個 如意的如意 地如意 地如意 所以千萬不能動對不對 不能動 其實很多人老了 也未必會有這兩坨肉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講 不一定有啊 這余大哥的特色 是啊 因為余大哥 那這樣子林松毅應該會紅啊 你知道有個叫林松毅的啊 猴子歌王啊 那個是 瘦皮猴啊 他同年代的 對 可是他叫人家去打那個 小禎美容 後來也有兩塊肉在這裡 你自己講 為了賺七百塊中介費 沒有啊 那時候因為是 我去當 我在伏兵儀的時候嘛 伏兵儀那正好 那時候流行那種小朋友 那老師就找到我 你知道嗎 他說欸 你啊 你很多這個演藝圈的朋友嘛 你可以找他來 那我給你抽成 我那時候 一個月 在立生唱 也不過才八千塊啊 他說 你來的話 我給你抽成 再來 你可以賺到幾千塊錢 我說當兵伏兵也沒錢啊 我就找林松毅 欸 小禎美容 我去把他弄一下 你這裡對不對 因為林松毅這邊是整個 對啊 我把它弄起來 欸 他就去弄 我還真的抽成 抽到七千塊 他先弄了沒有啊 最後 弄了 弄了沒有啊 沒有 後天的不行 要先天的 要自演的 後來咧 後來他又花錢 去把它給拿掉 你什麼 不是 因為那個小禎美容 會掉下來 就兩坨肉 掉在這裡 然後又來找他 這樣子 你有沒有推人家七千 沒有啊 那個醫生你不曉得 跑哪裡去啦 哈哈 對 余大哥的門面其實 大部分亞萍姐在幫余大哥 因為我記得 那時候他也沒有選立委前 就有一次余大哥就跟我講說 他說亞萍姐說他的皺紋 那時候他說皺紋太多了 然後要 就是因為他們都會認識一些整形醫師嘛 那時候好像有去打落毒感具還是什麼 有啊 他這裡叫打一個 打一個落毒感具 然後把它弄上去 對 因為他一開始沒有經驗 他都有聽到人家在講嘛 因為那時候瓜哥也去打 對啊 所以余大哥就說 那我也來趕一下流行 他打完之後 因為笑起來 因為這邊會 你知道 因為我們訪問他回去自己看新聞 他說 那個臉看起來很像是假的臉 因為都不會動這樣 可是問題是就是 果然做他是有差嗎 看起來就比較年輕 因為其實像 亞萍姐都會開玩笑講說 你看我在他旁邊 我這麼年輕 他看起來如果整個臉都是皺紋 就不搭掉 你跟亞萍姐差幾歲 四歲啊 為什麼 所以他每次故意都這樣 你看 我跟你出去好像帶女兒一樣 尤其跟兩個女兒出去 對啊 欸 余大哥 你剛才說 這是要給孩子 沒有什麼財產可以留給他 導致講這也是很棒的資產 其實就是說 如果我的印象是 你是歌王 照理說可以賺很多錢對不對 沒有 以前其實 我是家裡的排行老大 那從出道開始 其實賺的錢幾乎都是 養家嘛 都是拿回家的 以前把老爸做生意也虧了很多 而且老爸虧完之後 變老二 我的弟弟 接著做 繼續虧 虧完老三老四繼續做 繼續虧 然後繼續貼 你知道嗎 那 我是老大 其實從出道的時候 就開始 也出來養家 所以一地最沒吃到苦 沒吃到苦 他沒有分擔這些 他沒有分擔 因為他那時候 我出道的時候 他也不過 我十七歲 他也不過才 他差我十二歲 一年 五歲 對啊 他才五歲 他完全不知道 沒有吃到苦 我出來的時候 已經都賺了錢都回去 你如果不要說這樣 貼家的 兄弟子 做生意之後 你這樣可以存多少錢 有沒有算過 我其實也沒有好好去算過 因為我這個人 其實也對金錢不會很計較 像我跟雅萍結婚的時候 然後我媽媽把我的存折 交給雅萍 裡頭存款七千塊 有時候七千塊 這樣而已 你以前已經很紅了 對啊 對啊 他都拿回家 魚哥是很有名的孝子 那後來也是 財務也通通是交給雅萍 然後我也不曉得 我也不去過問這個 那他幹嘛就去弄好 我從來對這個金錢 為什麼你接無路 用這支人給他帶一個無路 那我本來也想啊 可是沒辦法啊 你看 他說這個 鄭建一的歌 能找到可以有資格唱的人 還真不多 還真不多 那為什麼他們都那麼厲害 應該講 魚哥是尊重雅萍姐 那其實雅萍姐 因為雅萍姐在的時候 就是對魚哥很照顧 那魚哥真的很尊重她 沒有 那時候 其實這有原因 這個我跟雅萍兩個人 其實你看 我是一個道地的韓齊亞嘛 就是 對 然後雅萍是一個外省人 外省人 完全生活習慣完全不一樣 你知道嗎 那當時其實 我爸爸媽媽也 蠻反對的 那他爸媽也蠻反對 而且雅萍他們家是 鬼教徒 哇他們是鬼教徒啊 好戰分子啊 鬼教徒啊 不過我家 我媽她又是到家 我們住在床裡面拜拜 所以兩個生活習慣完全不一樣 所以雅萍姐不吃豬肉 後來 因為她女兒比較沒有規定 還沒回家 嫁了之後就不會了 對 所以你看 我們兩個人 個性其實從以前就不是很 而且兩邊其實 生活環境也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我跟她 她而且你看 我為什麼馬上 那個逼著沒有辦法就結婚 你知道嗎 因為她懷孕的時候 她爸爸也過世了 他們回教的這種規矩就是說 閃遲下葬 對 一定要下葬 下葬完了之後 一百天之內 你一定要趕快結婚 要不然以後那個小孩怎麼辦 就不行 你知道嗎 好